今次這條片是留個紀錄給我自己 提我自己下次回去有什麼一定要買 還要買很多 第一樣就是水 因為希臘的水喉水是很多硬物的 所以我就會去超級市場買瓶裝水回酒店喝 超級市場買的瓶裝水是超級化算的 所以就不用省著喝可以盡情地喝 你看看它 這裡有個過半 你看看它是0.15 對 其它是0.2 其實好像全部都是一樣 它的樣子像是 隨便吧 隨便吧 可能買了去吃東西才會很餓 對 好餓 喂 掉了 第二樣就是沙灘必備人治拖 有時候去旅遊區 爛了一雙拖鞋 其實要買都會覺得很肉情 因為通常都是超貴的 但這裡就不同了 這裡有各種各樣不同顏色和款式的拖鞋 任君選擇 最便宜的是299 對 299 這裡是39號 沒有款式的 不知道 那這些其他都是貴的 就是9個多 4個多 299 299 爛了也不要緊 挺好的 這個質感不錯 可以 找個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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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東西都一應俱全 有什麼脫漏 例如昨晚要買一萬塊水 就立刻可以 一百步之內找到家裡買 所以非常方便 下一樣是逛逛超市 突然間發覺都很便宜的 所以就留個紀錄給自己 提醒我自己下次回去買多些 這個牌子在我們加拿大買 乘20元一瓶 這裡是超便宜的 3.95元 4元 本來都是貴的 7.5元 現在是特價 所以現在買兩瓶 先買兩瓶 讓我看看買什麼顏色 下一樣就是這個 Hazel Nut的威化餅 上次去Santorini的時候 我買了一包 在回程加拿大的飛機上 試了 然後就發現很好吃 只可惜 已經再沒有機會買了 回到溫哥華 在希臘超市 我看到有得買 但要2.49元一包 我是不捨得吃 所以這次回來 我就買了很多 不過都是買不夠 因為我的兒子是搶著吃 這個餅的味道 為什麼我覺得好吃 因為它是像金沙的味道 但在北美版的金沙 是非常甜的 所以我又不喜歡吃北美的金沙 但這個餅的味道 很像金沙 但又不太甜 所以我是很推介 不過你們留意 因為這個牌子 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我只是試了 黑巧克力 和這個Hazel Nut的味道 其他我沒有試過 你們自己要發掘一下 下一樣超市可以找到的 好吃的東西 就是果仁的產品 這個 很好吃 它不是很甜 但是那些Nuts很脆 然後又不會黏牙 所以我上次只買了一包 然後要省著吃 所以這次會買多一點 另外這些芝麻 我沒有吃過 因為我不喜歡吃芝麻 但好像都是一些 比較多人吃的零食 下一樣就是茶葉 如果大家來到 就想著 覺得很熱氣 想買一些 來熬茶 是有的 因為我以前 是會來買一包菊花 回去熬茶 現在呢 還找到這些 熬茶葉 都是有菊花的 可以回去熬茶 我那時候 因為住在這裡太久 就覺得很熱氣 又很乾 所以就知道這裡有這些 茶包 或者混合了的花 這裡還有很多茶包 不同款 為什麼他們有這麼多茶包 就是因為 克里特島的人 他們好像我們中國人 很喜歡用一些荷物來治病 所以他們也有不同品種的茶包 除了橄欖油 橄欖油 什麼都用橄欖油來治病 除此之外 我相信 克里特島的人 都像我們中國人一樣 你看看多少 克里特島的茶 菊巴 什麼 早餐 抗力 對 另一件事 就是我這次真的買了很多很多的 蕃茄 因為我在樓下 即是 我經歷過一些 全食地方買的蕃茄 是3元加幣一塊 現在多少錢 2個4 4塊 橄欖油 和香蕃油 OK 因為阿Dee 你比較蕃茄 他可能兩個來買 玩完了 那下一樣 就是我極力推介的 無花果乾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希臘 其實整街都是無花果樹的 但我五月去的時候 他還沒熟 所以不能隨街吃 我上次11月在Santorini 逛超市的時候 就買了一包無花果乾 本來就打算煲湯 回到溫哥華開來吃 就發現太好吃了 因為他很清甜 所以就不捨得用來煲湯 內河我只有一包 所以又要省著吃 所以這次回來 其實我其中一個目的 就是要大量入貨 大家留意 雖然都是無花果 但有不同品種 因為不同島 出產的品種都不同 而我喜歡吃的品種 就是眼前這一款 Fick Fick Dry Fick 可以看嗎 這就是 我看這個 很脆 我買一個 買一個 我買一個 但這個樣子夠厚 夠肥 你試一下 可以試一下嗎 我們買一個 然後他特意回來買 Fick 我們可以買 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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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這個 接著開機 這個是Kalamata 平時不喜歡吃的 8.81kg 這就是我喜歡吃的 12.91kg 這就是我喜歡吃的 粉狀 下一樣就是 啤酒 啤酒又不可以買得多 不過試試不同地方出產的 都可以 因為我覺得價錢上應該不貴 雖然我平時不喝啤酒 不是很資格 可以 買罐 買罐這個 Miffles好像是希臘 樣子似是 Google之後是哪一個 最重要是Miffles 有隻馬那個 國國馬 我過馬是最好喝的 我都說我見過這個牌子 Local 那這個我來玩回 剛才我拿那支 多少錢啊?1.65kg 不是1.65kg 比較高一點的 1.13kg OK 其他便宜一點 1.05kg 那這個 這個 也有1.05kg 也有1.05kg 那論價錢來說 就可能就是 那個應該是最好喝的應該 應該是香港 好 那就試一下 8.96kg 這些 試一下 好 探啤酒 吃花生體多 沒有人攪拌 正 沒有人說 爸爸來死 急死 最後 最後 就是這個 我帶不到回來的燒烤爐 剛剛發現到一個很好的新玩意 26.9kg 就有這個電的露台燒烤 很想抬一個回去 但是那個盒子也挺大的 剛才看到的 這個很大的 對 29.9kg 更便宜 我們那個炭的 我們那個炭的 50.9kg 對 這個很便宜 這個 為什麼這個東西 它是放在這裡的 我知道 你拿去 它幾年 本來28.29kg 現在26.9kg 10% 好方便 就是這樣 就這樣插 對 然後就熱 這個 就放在東西上面 燒 對 有1-2-3-4-5度 再找一下 這個 好 人來說 這個很好 它有不同高度 如果你說 哦 容易燒爛的食物 就放在這裡 放高一點 嘩 想放火 OK 中間這裡 就熱的 很熱 很燙 中間 又可以 這樣有一個 普通的高度 OK 可能燒了 差不多 不要太大火了 這樣 這樣 放上去 我覺得應該可以拆 放進行李箱 應該可以 不過這個 這個 這個 如果這個 分開就好 我分開的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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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 哪有哪裡 可以找到這裡 所以 哪有哪 這 哪有哪 哪有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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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 我买了一些材料,而你们应该猜到的就是 橘子油,我都买了很多,因为在不同地方我都买了 另外我都买了很多橘子和不同的辣椒 我回来只是一个多月的时间,我都已经用了一公升的橘子油 因为Clitty的主食文化其实很简单 它们用的就是好的橘子油,盐和辣椒 就可以煮出很多不同的菜式 暂时先说到这里,下条片再见